这所兰皮尼的小学有个特别的名字 叫做西达多 那就是2600年前佛陀的原名 慈激基金会将在12月16日 于这所学校进行物资颁证工作 职工希望校方能协助事前筹备 原本校长预测只有少数家长响应 但经过家长会会长的呼吁 人数逐渐增加至50位左右 就连妈妈们也到现场帮忙拔竹野草 学生们则是协助清理校园卫生 我们把这个多余出来的泥沙搬到另外一个地方 就让这个发放点看起来更神奇 宛若竹厨大小的校园 拔除野草 整理校地的工作 全都是志工和家长们用手完成 校长也用身教来告诉大家 人文教育的重要性 这所西大多小学的创办人说 让贫穷家庭的孩子有书念 是他的心愿 此季将全球的爱心都送到蓝皮米来 辅助更多的孩子安心就学 大爱新闻 这三美志工 尤尼斯丘建议 尼泊尔报道